美人皮下英雄骨菩萨心肠修罗神 有人说魏无羡成就了肖战 但肖战也变成了现实里的魏无羡 尽管在他的身上仍然存在争议 但我觉得要论10年代的古装美男 肖战不能缺席 在魏波剧集玉古瑶的预告片里 石影似乎是一个美强惨的角色 浅色素衣配上白色发簪 说着一饮一酌不亏不欠而落泪的神官 好像一瞬间回到了2019年 穷奇道的雨夜里 斗风下红发带少年的离京叛道 很多人在那一晚爱上了魏无羡泥沙巨下之时的赤诚与坚首 从林西游牙到石影 肖战其实出道以后演过很多古装角色 但我们把时间线播到2018年 此时肖战还只是个男三号 北塘莫然 轻眸唾沫出尘爵士 一席紫衣出场如风穿山水拂面而来 也成为那一年的古装白月光 尽管那个时候他的脸上带着青色 没有魏无羡的经兽 也没有石影的沉稳 但有很多人说 自从他的北塘莫然出现之后 很多古言小说里的形象都有了巨像的样子 都说古代的美男子 举伤白眼望青天 角如玉树临风前 其实我觉得 男演员想要拥有经验的古装扮相 除了剧组装造 演员自身是否有古风气质 也很重要